近日,拼单上门代厨在年轻群体中迎来了一阵消费热潮 拼单上门代厨是指居住在一起的合租青年 凭贪家政费用,请人上门做饭 相比在忙时点外卖,现吃现做的生活方式在青年群体中逐渐开始流行 其实我觉得请阿姨做饭除了吃本身 跟同事朋友在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氛围下聊天 也会让生活变得比较有趣 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独居的卧室放下手机 放下电子杂菜下饭具 去真实地跟人去交流 我们在微信上说要吃一个红烧排骨 然后还有一个肉末茄子 我再给你们炒个素菜 那我们去看看买点新鲜的食材 我们把这个圆茄子吧 这个比较爱熟,这个也比较新鲜 那么用这个排骨,让他们给剁一下 最后是我们挑这样的颜色均匀 再买点小米椒,还有那个小葱吧 其他都差不多了 据上门带厨的家政阿姨介绍 上门带厨服务费每次在百元左右 菜品根据用户口味按需购买 食材费用由用户承担 三至四人的日常食材费在几十元左右 我们现在开始做肉末茄子 茄子都洗干净了 我现在要把它先切成块儿 一般做饭的话差不多是两个小时 服务费的话是一百多块钱 像你们今天三个人吃饭的话 加上菜就是三四十块钱 像上一户的话 因为我做饭比较快嘛 我就会把晚饭做出来 剩余的时间 我再把那个他第二天要带的公司的饭也给他做出来 放冰箱里 早上带到公司热一下就行 今天这个红烧排骨感觉还不错 味道挺好吃的 这个肉末茄子也非常好吃 简直下饭神气 我觉得我能吃三碗饭 一会儿吃饱了我们可以去打个球 与其隔着屏幕相互点赞 我觉得倒不如用这种更经济更健康的聚会方式 有时候一些工作的灵感 也是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氛围下 就很容易毛色动开 在生活上也确实会缓解 我在大城市里那种一个人飘过的孤独感 口味有一定的担忧吧 第一次请可能他得做的口味不满足我们所有人 请阿姨做饭这也是一种方式 我们也可以在平时空余的时间自己锻炼厨艺 提升自己的做菜水平 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实验一日三餐的自由 阿姨过来做饭 然后在家中的像厨具什么的有些损坏 我认为可以首先在请阿姨过来的时候 然后跟大家制定说好一些相关的规则 避免一些小纠纷什么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没想到上门代厨还可以拼单 这是一个新的契机 也是一种新的消费风向 目前这块的业务是刚刚起步 但是我觉得在年轻人的圈子里传播的很快 对年轻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吧 未来社交家家证可能也会成为新的一个服务趋势 我也希望除了做菜尽可能的多的给年轻人 在下班后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多收获快乐 给大家就紧 咱们 多受热 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